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新闻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因为受到连至大雨的影响 在宜兰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道路 宜专一线 在今天的清晨就发生了 边波土石的摊坊 是阻断了双向的车道 暂时没有办法来通行 那么园区内的游客还有员工 总计是有228个人都没有办法下山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在花莲县台九县的凌晨 也出现了大科的落石挡道 也出动了吊车来清除 那么路面上还留下了一个超级的大洞 还好落石落下的时候没有认车通过 滚滚土石不断滑落 有的甚至跟轮胎一样大 树枝不堪负荷 硬生断裂 风落速度越来越快 整条道路扬起大片烟尘 双向车道都被土石占据 山坡上的大树失去支撑 摇摇欲坠 接着整颗滑落 双向交通受阻 从空拍画面来看 山壁中央土黄色光秃秃的一片 已经没有任何植物 大片土石直接盖住道路 五十公尺长 场面触目惊心 宜蘭太平山一转一线十二号清晨 发生严重贪方 太平山也宣布暂时修缘 强降雨害路断了 太平山游乐区 目前包括住宿游客一百七十人 员工五十八人 合计有两百二十八人 通通受困 暂时无法下山 目前相关单位正派员勘查 先以单向抢通为目标 原区已经先准备午餐 并提供必要性服务 若傍晚人无法抢通道路 原区则会将游客就地安置 而花莲台九线十二号凌晨 也出现一颗巨石 占据两个车道 调派重型机具移除之后 柏油路面留下巨大凹陷 幸好巨石落下时没有人车经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提醒拥路人 大雨容易造成土殖松动 行径边坡路段 务必注意安全 华日新闻张玉均 张正慧林志纯 蔡志敏综合报道